双集加关注每天学电路 大家好,这里是美灯课堂 这个大块头就是开关变压器 这个变压器它不同于我们的电源变压器 电源变压器是低频变压器 而这个变压器是高频变压器 在这个高频变压器当中 往往有多个铜线产牢的铜线圈 你看这个 它这里有一组 右边就有三组线圈 我们要搞清楚 这五个线圈都是独立存在的 也就是说 互播干扰 都是独立存在的 一个脑主 所以我们利用这个特性 在进行测试判断的时候 就可以用这个电阻挡 或者我们说的封鸣挡 去测试这个线圈上的每一个铜线的 脑主 一般通就是好的 当它测试到开路 或者不通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判断 它有一个银角 一些霉段 特别是这个出线圈 它这个线径比较细 在春天霉雨季节 那么这个线圈的端部 往往有霉段的现象 而这个故障现象 都可以通过 这个电阻载路测试法 来进行判断 下面我们把万能表 打到封鸣挡 这就是封鸣挡 两个表征 短路它就会发出呼叫声 这就表示已经接通 指针已经转到底部 好 要测试这个高频变压器的通断 我们只要把它翻过背面 银刷电路这一头 那么在这一头里面 就有很多脚位 相近的两个脚都是相通的 好 这就证明这个线圈是通电的 好 更多的电子知识 请关注每一灯 也可以点击 视频的下方小黄车 更多精彩视频 等你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观看 感谢观看